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热话组 今天是推介保农地产1238 简选原因是内房销售增长持续 头五个月销售额按年升五成 加上人民币走势偏强 有望推动内房的盈利表现 股份关注销售出众的保农地产 保农地产销售持高速增长 今年头五个月公司的合约销售额 按年增加了一倍 全年可授资源达到1700亿元人民币 全年合同销售目标是1050亿元人民币 增长2.9% 高过大多数同行 策略上投资者不妨在7个月